美国当选的结果现在已经大致底定 那么看到前美国总统川普 他已经成为了美国总统当选人 也因此呢在他的海湖庄园 外面我们可以发现 维安是有稍微的升级 因为我们在前几天来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上水面有警力巡逻 但是现在来看到呢 就已经可以看到有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水警 在这边全天候的待命巡防了 另外呢还有在空中跟路面上呢 地面上的交通还有警力 都是有加强戒备的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呢 川普在这一次选举表现 可以说是超乎预期 甚至是比民调表现调查的还要好很多 尤其在摇摆州几乎呈现一个很少的姿态 那另外呢 共和党在参议院方面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拿下至少51席代表重返多数 这个也是四年来首见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看到 华尔街股市对于川普当选的表现是非常的正面 包含像是道琼指数上扬了1309点 这是自2022年11月以来看到道琼有存现 单日就涨超过1000点这样的涨幅 还有追踪了美国小型企业的指数 罗素2000指数呢 也是同步上涨的 因为中小企业都会期盼川普释出这个所谓利多 就是他说的减税以及放宽监管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在川普的任内呢 可以再来看到股市有一波明显的涨幅 在这样子乐观的气氛之下呢 看到金融市场有很不错的表现 但是就要来看到这样子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尤其川普他是不断强调美国利益至上 所以对于台湾的金融市场 对于台湾的外交关系是要怎么样的处理 这个也是值得后续观察的 以上就是TVBS没选特派记者彭慧云 还有摄影记者钟颖伦在佛罗里达州的报道